即使过来实在是太好了 或许他能帮忙解开这个案子呢 你都神经 难道要我相信一个 自称的刑警大连证件都不一大的人呢 不过他真的很厉害 我是说他的头脑 你知道吗 我只和他说了一句话 他便猜到我的年龄 性格和星座 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什么年龄星座 这些东西要猜到有多难 他连我的三维也 什么 看什么 不要啦 那更容易 我都看得出啦 你找死吗 算了算了 信他一次了 无论如何都好 我只想快点下班回家睡觉 喂 真的 终于相信我了 我真的只是忘记带证件了 我看来 水先生明 我根本没有完全相信你 只是希望你能一起来提供想法 啊 当然没问题了 你们很有爱呢 我以为没证件就要直接把我撵出去了 相信我 我现在就想用狼牙棒张来打飞 你别听他说 如果你真的是我们的新队长 我只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好好调查 安拉 我这个人不怎么撒谎 不浪发起来呢 谁呢 又在今天傍晚 这里发生了一起失踪案 涉案的受害者是一名男孩 名叫小石 十岁 报案的是照顾男孩的外婆 由于男孩的父母正在省外工作 所以他只能寄住在外婆家 男孩失踪前他正在公园玩耍 时间大概是下午五点半 根据男孩外婆提供的证据 慢着 我有点不理解啊 我们是刑事侦旗 专门处理犯罪行为的部门 儿童失踪交给民警来处理就好了 为什么要我们来 这个是钟长的安排 这弟弟的外婆的大人物 你知不知道啊 连续三个电话 钟长指名我们营征组介入调查的 这也行 我们这里的人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黄发是发 阿sir的命令都是发 你很快会知道的了 同天 你和他复述男同外婆的口供啊 等等 别心急嘛 说得太快很容易忘记内容 我得把你要说的记在笔记本里 可以了 你继续说吧 当时男孩正在紫园花园的小区里玩耍 外婆则住在一边 与其他孩子的家长聊天 因为今天是星期日 有很多孩子和家长聚集 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 外婆发现小石失踪 于是报了警 这里就是小石的家吗 是啊 刚才不是告诉你 你行不行啊 年轻 呃 不 就是有点奇怪而已 我可以先调查一下这附近吗 可以 不过你最好小心点 不要弄坏些什么 整厨是不会帮你拆屎的 我可以帮你拆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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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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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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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叫我小区的英雄 老安大哥 你来得正好 我们想问你一些问题 你们这些偷偷进来的家伙 想问我能不能放你们走吗 不行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非法入侵的坏蛋的 不要质疑大叔我在黑夜中的事里 我那双鹰眼从你们走进来的那一刻就已经紧紧地盯着 我认得出来这里的每一个住客 你们这种陌生的脸孔休想偷偷地摸进来 哈哈 你笑什么 你觉得大叔我是可以随便被取笑的吗 法案大哥 我们是刑侦组 难道你那双鹰眼看不出来 警察 怪不得刚才有警车开进来 不过就算是警察 有办案公文吗 我们这里是人车分流的高档小区 没有办案公文的话 不可以随便闯进来 诶 宋田 我们有办案公文吗 没有 你们这样完全违反了流程 大叔我可不会因为你们是警方就姑息你们的 别再自言自语了可以吗 再废话我就一枪毙了你 为各位长官服务 你们想知道什么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告诉你们 你这态度赚得也太快了吧 我会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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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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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